五百你们唱 五百也是你们唱 我帮你们唱会 要唱你们唱 反正我是一句都不唱 五百你是来看演唱会了吗 这分明是来搞笑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 五百每次演唱会 都是因为他的搞笑口而登上认收 今天就盘点五百演唱片 那些令人捧出搞笑的唱片 看完笑抽 五百独穿了魔性舞蹈 花朵舞粉丝们都已经熟练掌握了 演唱会上大秀舞制 尤其是一些年轻女子 更是一度抢了五百的风头 五百心想再不升级 我的零五头衔怕是难保了 于是花朵舞的升级版 毛巾舞应运而生 当天五百的毛巾舞就冲上二手 为下一站的歌迷们提了个喜 来五百演唱会不仅要提前抢票 还要自带一条毛巾 果真有一位细心的大姐 真的这条毛巾出现在五百的演唱会现场 五百是在弹吉他还是在剧树呢 现场的观众被逗得前阳后 现象的粉丝也没闲着 纷纷模仿五百大小小巾 因为有太多的人模仿五百 所以这次在成都演唱会 五百提高了难度 五百你这是话筒漏电 还是谁往你的衣服里扔了烟头啊 网友看到后大喊 不管你是谁 请立即从五百身上下来 看到了吗 即便五百不做歌手也不会失业 他完全可以成功转行 做一名喜剧演员 你觉得呢 好